这个男人做黄金手工 我真的太爱看了 一块平平无奇的金块 在他手中就瞬间变成精致的国风手势盒 质感层次分明 秀气典雅 顶上的孔雀更是栩栩如生 闪烁着光芒 有这样的盒子 再耀眼的宝石也要黯然失色 看完才知道什么叫买毒还珠 不仅如此 他还能做成一只绝美金发簪 玲珑奇巧 一彩分成 东方女性乌发间 古朴典雅的高级感 被他展现得淋漓尽致 还有手镯 长命锁等等等等 这些极具艺术和匠心的国风黄金饰品 完全不敢相信 都是纯手工制作 无故争显着富丽和华贵的气派 而做这些黄金饰品的男人 就是兰州联朝黄金第三代继承人 马朝贤 这些黄金饰品不仅奢华大气 背后更是包含了多种古法至今的手工技艺 例如做扶摇手镯和名圣灯使 马朝贤就用到了历史悠久的传统手工技艺 赞克 这需要他在金条上用赞粉一点点刻画 金器上的繁复浮雕花纹才得以掀好避现 然而更加惊艳众人的 是雍容华贵的国家籍飞夷花丝香榭技艺 这份工艺代表了黄金制作工艺的巅峰境界 不仅上百种工具需要自制 操作过程甚至还需要极度细致 譬如最难的蕾斯就需要他用常人肉眼几乎看不到的小精力 小心加起 然后得在短短0.1秒内焊接 稍有差错就会前功尽弃 每次动手做手势 光是设计构思 马朝贤就要精力刁蜡 骑板等等足足八道工序 制作更是至少需要数周 甚至更久的时间 因此每个作品都乃之不易 自古以来 黄金一直备受皇宫贵族喜爱 通过精巧的古法工艺和繁杂的工序制作成的手势 穿戴起来更是精美绝伦 但现在工厂的流水线黄金加工 让手势样式千篇一律 古老手艺和精致匠心渐渐消失 而马朝贤却还仍然传承着中国宫廷古法至今的工艺 用手工断打的方式 重现古法黄金饰品昔日光彩 一次次的敲打锤炼 精雕细琢 不仅让混沌的金块逐渐拥有生命的灵动 还使得每一件饰品都温润普普 充满国风韵味 既是奢侈品 更是一件仅中国特有的高贵艺术品 在这个行业驻守了15年的他 也会不断锤炼自己的记忆 继续用匠心经验更多的人 中国的精工首饰应该回来 但是现在也是处于一个刚刚普及的一个阶段 在不久的将来 我相信 我也坚信 我们中国有我们自己的顶级品牌 不仅仅走向我们中国 很有可能走向世界 全球盘 这边 我的是 带争 我有人想找个们 带争 敏